你知不知道被我作曲家叫小屎塔哥為契 什麼契弟 你喜歡小屎塔哥嗎 那你用Dillpoint來吧 那你有沒有聽過我小屎塔哥的 叫屎比華波褲 你作的嗎?你以為小孩踢球嗎 你有沒有聽過《Air on G-String》 這樣會尿到范冰冰 那你知不知道什麼是D大調 D大調不如阿毒尿 那你知不知道哪一首是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que 那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粉嶺喝嗨T 你不知道嗎? 所以你就要聽《路漢推估》吧 逢星期一 八指修 城寨見 《路漢推估》 所以好事不出門 醜事全千里 近年香港的公關災難可為經常出現 由政府去到大型企業 甚至去到政黨 他們在處理危機時候經常損手難腳 甚至成為市民的笑名 為什麼那些人經常打擾關公 是不是一樣他們想事想不通 那為什麼他們想事想不通 會不會是頭有個洞 我喜歡 逢星期三晚 九點到十頁 我控宣 我學生寶 關公再難 我學生寶 城寨的感覺就是很粗粗雜雜 沒有互相做 好像沒有調理一個廢墟 但城寨是由人組成的有機體 我是Lance 你看看的是城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充满争议性 先招呼一下留言 有些人说我们帮泛民 YHM 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年轻人会对悼念六四越来越忽感 我刚才听不明白我说什么 我说雨散运动之后 这种愤怒的情绪是被人利用 被人利用什么? 用来目标去这个泛民 为什么要目标去泛民呢? 是要取而代之 是一个政治斗争、政治角力 你这些人是猛兵 就跟着人家走 你说去尖沙咀集会那些人 他们想动之旗出来取代支联会而已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不是对与错的问题 也不是形式的问题 跟着那些人傻到就说 叫大家放下六四了 所以我就说 大家要理性去想清楚 我不是说要帮支联会去吹鸡 叫大家去 你不去不关我事 只不过就是说 对于这些搬聋门 逻辑上完全不通的人 所说的东西 你不担心他 我觉得 就会即非成事 慢慢 五毫就变成五元 五元就变成五万 那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今天不需要回应 回应做什么呢? 他现在已经在看着收钱了 他还要说别人摸错了民情 你摸得对民情 那你就好了 其实是过去几年 过去几年已经有了 如果摸错民情的话 支联会在维苑的集会 应该有几个人 应该去尖沙咀吧 如果民情 的而且确是这么讨厌支联会 觉得他是龟婆龟公的 像《殊仁》的《学生报》的编辑 这样说的话 说人家龟婆龟公的话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龟仔 总之 你想想 如果你们说到这么激烈 说到支联会 我说司徒华做了什么 他是不是杀了你的亲人 为什么你们对他的仇恨 是远远大的共产党呢 我只是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每一个人自己回去想想 你们对支联会的仇恨是怎么来的 而且很好笑 哪个人会在你们那里 支联会做了什么 是损害了你的利益 重要是说年轻人 对悼念六四越来越厌惡 因为什么事厌惡呢 既然你也懂得说是六四 是浪费 我真的觉得是浪费 由头到尾 仙仙就在说 现在我们是争之联会 所以我们不悼念六四 说一说就是 现在我们讨厌 悼念六四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常常都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是一个以色列的人 我不喜欢现在执政党的政府 我就对于 叫大家放下 这个纳粹大屠杀 你猜这个人在以色列的人 敢不敢出街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去特拉维夫拿着咪 在街头叫以色列的人 放下纳粹大屠杀 为什么呢 因为我恨现在这个执政党 这个政府 那些人去出卖我们的 跟不勒斯坦谈判 被不勒斯坦人建国 是吧 只是左交来的 只是归公归婆 大家放下他 不要再悼念这个 这个种族屠杀 犹太人 所以我就说 这些 有时 最终 我不是说 什么上一代下一代 上一代下一代 是不关系的 根本就不关系 最重要是说道理 所以我觉得 我根本就不需要再跟你说 不喜欢听 麻烦 拜拜 不需要再回应 也拜托 不要再来堵乱留言 去收钱 拜拜 我们的立场 听了我们这么多年 如果真的有听我们的节目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从来都觉得应该去悼念六四 每一年 我们开台 是因为六四而提早开台的城寨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那时候的传播 那个WiFi 那个宽频还不够 还是会逐一旦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要赶在六四之前 跟大家说 我们要去维园集会 你不喜欢听的 拜拜 说完 就是高永文 好了 我们转发话题 我们要讲一讲 因为我觉得 不需要再跟这些 蒙你取楼 完全都浪费 我觉得 我也不想再回应你 我觉得你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什么书 你介绍了一本书 今天我是讲金庸小说 原因是因为今年的书展 就是用金庸 即是这个武俠小说 他的作品 就是今年书展的主题 是 就是叫《逆余逆合逆温柔》 我就不知道 他没有公布他聘请什么人 但是我估计 都是来来去去的 都是什么金庸 潘国森 吴可怡 危康 那些说金庸 但是我觉得 我对这个现象 是有点反感的 就是将金庸神残化 这件事 其实这个现象 已经不是今天 单单把它揀在书展上 其实我们觉得 我有点点意外 为什么突然之间 就是无事无干 会拿金庸出来 是作为今次书展的 就是那个主题 但是当然 大会其实很奇怪 他们每一年 都那种简题目的方向 你永远都不知道 究竟他是在说什么 所以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金庸现象 会不会 因为他是大师 所以大家将它神化 因为这件事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都有这样的看法 总之金庸出品 现在有获得一个肯定 但是为什么会在香港书展 在今天 会用这个作为 他们今年的选择 首先神化金庸 我觉得是金庸自己本人 就是自我神化 大家留意一下金庸出版的小说 的修订 他已经自己修订过第三版 他是逐个字改的 他改了什么呢 把贵康写的东西删走 本来他在《明报》里面的连载小说 我们写的报纸专栏都知道 连载小说就是流水作业 流水作业的话 其实就是今天 不知道明天是 总之今天拿起一支笔 想了什么 想了什么 有时甚至什么 就是他去了外国 那时候就叫贵康代笔 贵康就弄盲了阿智的眼睛 什么人会不断修订自己的小说 对我来说 小说出版了就完 我会修订我自己的文章出版 是什么呢 改错字 我不会改观点 我都会将自己的文章集结 你都会将自己的文章集结出书 但是你不会改观点的 嗯 对不对 金庸小说自我修订 我觉得反映了一个心态 他将自己当作一个严肃文学的处理 就是说他要将流水作业里面的瑕疵 把它慢慢改 创造 我觉得一个作品 比如王家慧出了《一代宗诗》 他会不会两年之后 或者三年之后 又会有新一代宗诗 他用旧版 不过就将 马三 和张子怡那段戏 剪较更多的下去 又再出一个版本呢 我觉得不会 其实那个 心态很有趣 反映作者的做法 他在反映自己有点自相矛盾 他对昨天自己做了一件事 他今天又要去修订 他不断地在改改改 但是当你作为一个读者 你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不断地收收补补补 其实他想做一件事 细节什么什么的 我只是有兴趣看你的故事 的发展 下一步是去到哪里 所以这件事 其实我不了解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不断地 在这些细节上 更改呢 第二个改动是什么呢 就是 你看这个版本 是不是明河社的版本 大本的 你不是看旧版 旧版是细版的 你有没有留意 明河社的版本 开始有很多插图 是 什么乾隆王的骰 那个年代的水墨画 一些文物 我觉得他慢慢 由一个武俠小说 将自己的作品 变成历史 你想想 我从来没想到 我看一本武俠小说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创作 他不是真实的 就是说我不相信郭靖 在历史上是守过湘阳城 只不过我看得过瘾的原因 因为他是一个创作 但我觉得金庸 到了第二版修订的时候 他已经有一个 伏線 令到读者相信他所说的 是有事实根据 而且是跟历史背景有关 是的 但我不觉得韦小宝 真的有个人是康熙的朋友 是不存在的 历史上 而且你会看到 我自己看完之后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很故事性的 但到后来 越来越加插很多时代背景 加了很多时代背景 加了很多时代背景 那你就开始有一个感觉 就是 如果一个读者 是对历史不熟悉的 你会觉得有一种 真真假假的感觉 究竟他在这里 是不是刻意 引导你觉得他是一个历史 又或者 令你相信当时的社会 又或者那个朝代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也是跟很多老人家一样 是经不起社交媒体的批评的 即是叫做老人遇上Facebook 金融来 很多大陆老 那些粉丝的所谓 就专门去找错柱 我觉得 真的很无聊 人家是武俠小说 等于《一代宗司》一样 你去找错柱 就是说 大南街也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叶敏来到香港 在港狗饮食职工会教拳 港狗饮食职工会的社会字流 也不是这样的 大哥 那是《一代宗司》 是基于叶敏这个人的创作 记住 那不是叶敏的纪录片 还有 麻烦你不要把他走到他的支节里 说 也不是这个标题 不是这个洞 你真的骗我 叶敏有没有暗戀过 刑意权的公约会 公约会是一个虚购的人 公约会是一个虚购的人 公约是吧 即是张子怡的角色 是吧 但是大陆人就去找这些错柱 比如 《全真教》 《全真教》怎么会帮郭靖呢 《全真七子》根本就跟 《成吉思汗》关系很好的 历史上 这个是事实 是 但是我写了那本 是一个无合小说的时候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有没有必要去修订这件事呢 我就觉得不需要 我从头到尾都告诉你 刚才你已经说了 是无合小说 是小说嘛 我们从头到尾都回事 我的想法我覺得他有點像他不下的惡不群 是一個很虛偽 亦正亦邪 是一個很虛偽的人 他是想歷史流明 歷史流明的話 就是我要在我在生之前 將自己的作品收定到滴水不流 任何錯處都沒有 不可以被人挑剔 但我的想法就是出發點是錯的 我不會挑剔究竟梁朝偉的業問 跟真實的業問 是不是一樣呢 因為王家衛是一個創作 一代宗師 他不是業問紀錄片 同樣 我知道《蛇條英雄傳》 問到最後 有沒有郭靖守襄陽城這件事呢 你這個本身的出發點是黃庸呢 為什麼要把這些人物變成真實化呢 我覺得他是一直在 在領導的讀者 我領導的讀者一定是 是看到他把他的小說 擺上更高的地位 他不是一個純粹的流行文化的通俗讀文 又或者其實他把自己的地位 跟原本一般的武俠小說 是的 等於我們不會追究王玉郎的龍虎門裡面 王小虎是一個歷史人物 但是他慢慢就要 把他扣上歷史人物的關係 譬如康熙 韋小寶 陳近南 乾隆這些 正正你當初你原本是借乾隆來創作 你有所說的是 一個漢人和外族的關係 根本那段歷史是虛構 你知道嗎 借了他的學 他想說你自己想說的話 但是當你變成大師 你就開始頂不住那些網民的批評 開始對那些 即是老人遇上Facebook 你見到他這麼恨 回大陸去參加那些什麼華山論劍 在浙江大學那些什麼名語博士 即是如果我是一個 真是一個文學家 我見到那些這麼融俗的東西 我撇了 還會黏過去 所以你說當中他不斷在這裡修訂 究竟你是想去令到 形作我覺得 沒錯 即是其實你是想大家 接受你 所以你就不斷在這裡改 改到大家剛剛聽為止 因為說其實 他講改到自己是一個經典 就是這個意思 明明創作的時候不是 是啊 但是幾十年 你一起步的時候 明明你只是講故事而已 講古老其實 講古老 但現在你搞一下 就完全把這件事改成了 好像 盡量貼近這個歷史 但是始終你都脫離不了 你是虛構的創作 還有金融小說重要的價值 不是在於他貼近歷史這麼簡單 而是他在觸碰很多中國文化 或者中國人裡面 一些很關鍵的一個概念 譬如種族主義 究竟漢族 韋小寶經常問 康熙滿洲人 但他管得很好 經常問陳近南 為什麼還要反征服明呢 為什麼呢 反征服明 然後呢 然後呢 你會比他好嗎 陳近南回答不了 總之要反征服明 這樣就不知道在做什麼 是啊 我們小時候看 即是他影響我 我就在想這些事情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 韋小寶是去購的 應該反過來 我從來都認為韋小寶是去購的 我從來都沒有覺得他是一個真實的人 是 我從來都覺得 他告訴我們 從這個妓院長大 他媽媽 在揚州 真的 是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只是當是一個故事 我真的不相信在揚州 他有一個這樣的妓院 而他真的在那裡 從小到大就在那裡打滾 所以就學成了那種小混混的 是小混混 當然你可以這樣說 去到韋小寶已經 金融的貢獻 韋小寶錄頂記 已經脫離了武俠小說 是 他是一個歷史小說 是 武俠和合已經越來越不重要 在金融小說裡面 這個反映到金融自己個人的轉變 是 所以去到為什麼他會不斷修訂自己 希望自己在歷史小說裡面 是一個經典的地位 第二我覺得是什麼 就是 他出了 大陸出了一本書很有趣 就叫做 劍橋簡明金融武俠史 為什麼是劍橋簡明呢 你看到後面的書櫃 那一套 就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劍橋出版社會用他們的學術資源 推出很多這些世界不同的歷史書 就是經典 但是最好笑的是 這個作者 是虛構一個筆名 扮自己一個法國學者 然後根本上就是創造一本假的書 劍橋第一沒有出過金融武俠史 是他自己作出來的 第二就是 他將金融的十五本小說 將它當成真的歷史寫 即是當它歷史資料 將它變成寫進去這本書裡面 將它串連成中國歷史 是 我覺得 這本書有趣 它有趣所在是什麼呢 就是將金融 將自己經典化這件事推到極致 就變成荒謬了 是不是 即是他當郭靖是一個歷史人物 我會反過來看 其實是物極必反 本來呢 當我們看武俠史書的時候 根本我們就 剛才我們想說的 只是一個很顧事式 這樣去 看故事 看故事發展 繼續追下去 你這樣看小說 但是當他自己神化了自己之後 其實大家就開始對他有一個質疑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完全都不是那樣東西 即是我會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剛才你所說的那本書 大家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就是這一 你跟梁文道打字 他好像差點了 我的說法就是 你會對他 本來大家都相信 他 或者追他那些出版物的時候 但是現在搞搞一下 大家會想 為什麼現在變成 好像另外一套東西 其實金庸就是惡搞了中國歷史 你可以這樣說 創造了很多 加了很多虛構的情節 進去歷史人物那裡 就成為了一個經典的武俠小說 這個東西 也無可厚非 因為其實他想增加一個真實感 我覺得沒所謂 即是日本的經典的武俠小說 公本武藏一樣 他加了很多背景的歷史 公本武藏的真實歷史也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慢慢慢慢他越來越認真 越來越嚴肅 想做大師 想做五惡盟主 去到那個地位之後 我覺得便變味 開始變質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 我不知道 究竟書展裡面 會邀請什麼的人來評金庸 我就很希望他請到這位 內地的一位作家 叫做簡明劍橋 金庸武俠史的作家 來香港 如果他來了的話 我覺得就有趣 因為我們其實從來評論金庸 就算是吳凱儀也好 他不是那麼殺有戒事 他是從一個讀者的角度去評論 把小說裡面有趣的地方寫出來 覺得有趣的內容 跟大家分享 其實如果你說到這次的書展 亦都可以有一場 的 這個 那些叫什麼 讀書 讀書 就是 周六成 女 其實有一場 這個 那些叫什麼 書談 現在正在安排 安排了 安排了 就有一場 就是曾鈺成對梁國雄 其實他們兩個就會有一個對談 大著矛盾去看書 對 那就會在7月23日 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星期六 星期六的下午應該是 我不記得是四點鐘還是三點鐘 我覺得那一場會有趣 那就是看一看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下午就有一場對談 他們兩個就對談 真人就不只是在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電視台上看到 大著矛盾去旅行 那我覺得也有趣的 原因就是因為這本書裡面 其實我反抗顧我在 其實他就 就是在書展的時候 會推出去 但是他有趣的地方 其實曾鈺成 一直以來就是一個建制派人物 但是為什麼會跟 梁國雄又走在一起 還要是願意跟他 他裡面有寫罪幫他 在這本書裡面 有一個專訪 那我就覺得這個是 他裡面說了一句很有趣 他說有些人政見跟你一樣 但是你永遠不會請你回家吃飯 有些人你政見跟他不一樣 但是大家是朋友 我覺得這個是正正今時今日香港 最欠缺的一件事 坦白說我跟民主黨很多人的政見 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是朋友 我跟陶君雄的政見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是朋友 很多建制派裡面我們認識的人 雖然政見不一樣 但是起碼坐下來可以聊天 我覺得這個 不是一埋位就XY交叉意思 人生攻擊 接著就陰謀論 接著就問候人家媽媽 接著就歸婆歸公 這些東西 到今天 這個不是Generation Gap 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人品的問題 是品格的問題 一開始X是人家媽媽 這些是任何年紀的人 都不應該做的 這些東西 有沒有 接著不夠人爭辯 就叫人下地獄 這些都不是應該做的東西 我覺得是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很多東西 香港人首的價值 跟大陸的分別 我們跟台灣 跟大陸的分別是什麼 台灣和香港 代表的是一種政治文明 不是民主 是政治文明 文明 是有一些行為的規範 有一些準則 你看蔡英文 會不會口出惡言 會不會像共產黨的報紙 說人家因為感情沒有著落 所以就行為偏激 說人家沒有結婚 然後還成為醜聞 你知道嗎 在華盛頓郵報 紐約時報 歐洲的媒體被人罵到 是正常用一些 這麼粗糙 這麼噁心的性別歧視的內容 還有就是 你身為一個國家 用這種言論 用這種水平 黨的媒體 就是那一種 你何需要回應一些垃圾 我經常都覺得 不需要回應 你喜歡說 你就說得夠 你喜歡寫 我那天聽到 港大法律學院 陳文敏 陳文敏 他有一個訪問 他當時有說到一件事 就是 其實 原來在一年裡 他受到三百多篇 九個月 三百篇文章 超過三百篇文章 攻擊他 攻擊 去到人身攻擊 他自己也說 其實 是不是很難受呢 他說 初時也有些感覺 但去到後來 都已經完全沒有 因為 他說了一件事 他說 把口在你那裡 你喜歡說什麼 這幫人是有目的而來 是有動機而來 是有 各樣的原因 去說這種說話 你要去看 你要去生氣 你要去回應 他什麼都不做 他沒有辦法 為什麼反過來 不把自己的時間精力 向前看 甚至跟自己說 就是 其實除了他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 很多人支持我的 我為什麼要跟這些人 去辯駁呢 其實連辯駁他都多於我 因為有一種影響是什麼 以往極端的言論 或者一些很冷酷殘忍的言論 主流媒體都會把他隔走 但我覺得現在 因為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發佈的平台 好像這些極端的言論 或者很冷血的言論 就越來越多 就是有機會 看到出來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過渡的階段 當再發展下去的話 大家都看慣這些言論的話 自然就不會有人有反應 等於你現在每一次留言 都是X你什麼什麼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事情 不要緊 XX正仆街 XX收共產黨錢 這些已經知道是什麼事情 其實 不是 這個我就是講 為什麼我提起一兩年前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好事 是 起碼就是你經歷過這些 所謂的網絡紅衛兵 五毫黨的攻擊 你就會知道這回是一回什麼事情 自己怎樣面對 是 自己怎樣面對 就等於當日陳文敏他也是這樣說 他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在我來說 如果你說我從一個灰暗面去看 我就會覺得很難受 為什麼這麼多人攻擊我 原來我是這樣這樣這樣 這麼討厭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把這件事 從一個正面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原來外面街 真的不是我一直以來想像中的這樣 當我看到現在真實的事情 去到我身上的時候 原來是這樣 我們都用學懂去面對 以及用一種什麼的態度去面對 你就當作一個考驗 沒有什麼的 如果你在這件事上 你可以自己站得穩定的腳 那就已經說完了 根本不需要去圍著這些人 他自己也說 甚至有人寫信去 一開始就是問候全家 在你的店裡搗亂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在我來說到最後 這些人當沒有利益的時候就會消失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回應這些人 他們那些所作所為 很快就會消失 我相信很簡單 如果香港真的存在一個主流社會的話 其實那些很噁心的言論 是分辨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 很多人說是非沒有公論 我覺得不是 其實是有公論的 其實這幾年來 你看到維園出席集會的人 誰才是主流 其實這個就是公論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 沒有糾察 只有群眾的地方 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人 使出十八觀武藝 施展混身解數 大家正在看的是城寨 我是劉世南 天才一副 天才一副